今天就是2022年了 大猫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吗 我的愿望当然是粉丝破百万啊 那你有啥愿望吗 我希望大猫给我买好多好多的小群去 大猫可以吗 嗯 你刚刚说的啥 我没听见 你洗开 今天建房子之前 先给大猫安排一个任务 大猫你把家里面的物资运过来 然后把这些箱子里面的东西整理一下 今天我终于干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了 终于不下苦力了 不对 这还不是苦力吗 我最近被一件事情困惑了 我不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写上了我的Q吗 然后很多粉丝加了我 然后就问我一些消息 当然我比较忙 可能消息没有回得过来 就大家理解一下 可是呢 这个人给我发的消息 就让我挺郁闷的 他说你要是不回复我的消息 我就取关你 然后一直给我发 一直给我发 我就回了他一下 然后他就说 你对粉丝度这么敷衍吗 我说你是我的黑粉吗 你不知道我平时都比较忙吗 如果我没有时间回复你消息的时候 你就多看一下中间的视频 那我肯定会在视频区里面 翻你的评论的 但这个粉丝最后就说 他说那你不忙的时候再给我说吧 然后我就又问他 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 你跟我说嘛 然后他说那算了 我就很迷惑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 能不能就是在评论区直接告诉我 因为像Q上面的信息 我基本上就看的时间比较少 我大多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视频 或者是做解说 或者是在做后期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回复了 如果你实在想要和我聊天 想要和我对话 你可以来我的直播 那我一般我就会在直播间 回复大家的问题 好了 这次这个房子的话 我们是在做二楼 我把二楼这里做一个 奥利给的顶 答应粉丝们的事情必须要做到 我们就看一下成果吧 哈哈 这个顶的确像是一坨 奥利给的样子 你们的邀请我满足了 可不要再说我不重返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